欢迎来到忍者无敌聚宝期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欢迎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鱼好大家好 哇大人哥 真的如同你所说的 台积电联发科这个双箭头一起动起来 哇台北股市 今天是来到了历史新高 当然我们的期货部分也是大丰收 要恭喜我们的聚宝期团队 今天是开心数超票 但是我仔细给他看了一下研究一下 今天大盘期货的部分是跳空183点开出 当中好像赚不到 这个183点有点可惜 怎么赚呢大人哥 德鱼好大家好 如同我们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 有跟大家做过一些 滚摩尼 滚摩尼的链接在这边 上半段跟大家说过了 你看像目前的产业也好 就是投资价值的台股 万九就是便宜委屈投资价值 因为我们在看的是前沾本一笔 不是给你回答200倍 回答叫做只有40倍 而且可能会更更低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看到他们的获利状况是持续成长的 或者比方说好了台积电今天突破了那个709T 那今天目前725不晓得有没有新兵追在725 但是不管怎么样709也好725也好 如果今年外资在看770的那个高点的时候的话 其实也只有20倍本一笔 有没有算给大家看过了 上市贵货率物表送给大家过了 好那回来到台子期货的部分的话 36涨36块的台积电去乘以8 就是280点左右 这就是今天台积电贡献的点数 然后呢发哥我们刚才也帮他算过了 涨45块钱的发哥贡献的点数叫做20点的发哥 那台积电280 然后呢联发哥叫20点 等于是今天的台子期货 怎么可能会跌 今天台子期货上涨了353点 你两档就已经300点了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过了 你现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在看行情的时候的话 你就是盯着台积电跟联发哥 当然还有散户 不过最近的散户还好 我看到的一个状况是最近的散户并没有很积极的去做放空 他们可能怕到了 或者他们可能不知道 有听你碎碎念哦 希望如此 希望真的是听到我的碎碎念之后 不要乱去做反方向的操作 那今天的台积发哥就带着我们的指数往上冲 当然今天的话刚刚德宇讲到另外一个小小重点就是跳空一百八十几点 那所以今天虽然涨了三百多 可是区间的话是落在大概两百点左右的一个区间 不过两百点应该已经够了啦 阿尔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八点半的时候 我也说过我们会给我们的团队很清楚的行情的看法 还有的话就是盘中的时候 我们也会给我们的团队盘中的讯号 那如果今天跟着我们的讯号来去做操作的话 会发现说 你看震荡区间上移 然后压力支撑一关一关看 而且今天我们原本看的叫短压是一九两百的地方 那一九两百这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因为我特别把这个时间点把它标注出来 大概在九点半的时候所发生的 那时候有一个现象是突破两百 然后测四两百守住之后就喷上去了 等于是他守了两百的那个关键的关卡价位的时候 再往上嘎上去就嘎了一百点 所以那个就是我们所跟大家讲过的 质压互换的这样子一个观念 就是当突破压力的时候 如果能够把它守得住的话 就会引发另外一波的嘎供的行情 或者跌破支撑的时候 如果万一回撤就是往上反弹 没有要站上的时候再崩 可能再崩一大段 这种质压的那个观念 跟大家做过一些 教学在YouTube上面 影片上面都有 然后再往下看下去的话 每天每天 就是跟着我们的聚宝期的讯号 来去做一个赚大赔小的精准操作 就像上个礼拜快速跟大家复习一下好了 来礼拜一多单出厂 获利是六十四六十八点左右 因为大猩猩小猩猩的关系 那礼拜二的话是放空赚钱 然后礼拜三的时候是多单赚钱 然后到了礼拜四 因为礼拜三休假 所以礼拜四的话是多单赚钱 礼拜五的时候的话 我那时候跟大家说过的 因为上个礼拜五 因为它是比较偏向于小区间 所以稍微被扒到 那等待机会 等待双箭头加散户指方向 所以再赚回来就好了 这是上个礼拜五 特别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绝对没有天天赚钱 可是呢 该要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回来 该赚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赚回来 所以今天跳空开高 然后台积电联发科 双箭头领军向上的时候 我们的多讯就直接出现 1979 然后这边有个小猩猩 然后这边有个大猩猩 他如果你在尾盘的时候 去做一个获利了结的时候 你就可以赚114点 22,800块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 而且做到的 就是赚大赔小 赚大赔小 没有稳赚不赔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拒沙成塔 然后呢 不离翻倍 然后呢 财富自由啊 所以这就是在 当冲的策略的部分 那当然有些人会想说 今天的当冲 如果我高高低低 在那边冲来冲去的话 当然顺着偏多来做的话 是赚得到钱啦 可是这种觉得很可惜 可惜在哪里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跳空 这个跳空 一跳就跳了180点 180点就赚不到了啊 赚不到怎么办 所以这就是我常常也跟大家说到的 就是你可以找寻 你最适合你的策略去做操作 那如果你喜欢做当冲的人的话 你不要想赚到那个跳空 而且你绝对赚不到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愿意承受一点点流仓风险的人 你可以赚到当冲的人赚不到的钱 就像看哦 这里 3月1号 就是礼拜五的晚上 在晚上11点的时候 那时候的多单的讯号就跑出来了 而且那个时候的话 其实就是 灰达也在涨 然后呢 AMD也在涨 然后呢 Dale在涨2-30% 然后呢 台积电在上涨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多讯 就是多在那个 3月1号晚上11点的时候 那那个多讯 如果你出来了 你要睡前的时候的话 你可以用小部位去做一个多单 当然你不想做没关系 只是就没有赚到而已 但是如果你愿意承受一点点的波动风险的话 那我恭喜你 因为你可以在3月1号的晚上 做好多单去睡觉 然后呢 今天礼拜六 礼拜六早上 你会看到小星星出现了 那今天的话 你会看到大星星出现了 所以这就是跟大家讲到的 睡前多单讯号就买进 然后呢 起床就可以轻松超标 跟着我们的讯号做 不要太有自己的偏执的想法 你可以好好的依照 现在目前顺势操作 顺势的策略 顺着毛毛的策略 那该要你赚到的时候 该有大行情的时候 你一定赚得到 就是顺着毛毛顺着趋势做的一个重要性 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 在我们的操作的方式 或者在我们的操作策略来说的话 找寻最适合你的方式做 当冲有稳健版的当冲 也有机器版的当冲 那波段 现在目前最适合的是短波段的顺势操作策略 就是我们短波聚材的策略 那也如你看到的 今年一二月的契约的绩效的话 是赚了14笔 然后亏了11笔 那点数的话是1162点 金额是23万2000多块 那去年的绩效的话我也给你看一下 去年的绩效就是109笔的盛场 那68笔的副场 你会看到 怎么有时候一个月的契约赚了1000多点 结果也有那个一个月 企业只赚200多点而已 这就是我们不断跟大家提醒到的 因为行情才会带来我们的获利跟损益 那如果真的有大行情的时候的话 1000点你就赚得到 可是如果没有行情的时候 你真的也不要勉强 就等待好的机会 再好好的把它赚回来 所以这个绩效 我把时间把它拉长出来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你如果你认同这样的绩效 你觉得这个可以是帮助你做到一个中长期的获利 是你觉得你觉得OK的话 来叫我们的聚保机团队 那另外我要再跟大家讲 就是财富自由计划很重要很重要的几个要点 就是纪律 就像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你不要太有自己的偏执想法 然后呢 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赚大赔小 绝对没有稳赚不赔 然后呢 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聚沙城塔 累积每一次的大胜 然后守好每一次的资金控管的 小的停损跟小步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到福利翻倍 那之前有人在我们的YouTube留言板说 50万是不是会费 没有啦 这个50万不是会费 然后呢 诈骗集团如果要卖你一记25万的 大人哥投资周报的话 不要跟他买 加赖特免费索取 对啦真的是这样子啦 我们的大人哥投资周报的话 是给我们的会员团队的一份很重要的报告 那最近的话 我又拿来给我们的粉丝来做分享 然后呢我们的聚保期的财富自由计划的话 聚保期带回去也绝对不用50万 绝对是你付得起轻松的费用 所以你如果需要的话 把我们的Lite跟0800打进来或者加起来 那洽询一下你觉得可以 你觉得便宜 你觉得符合你的需求的话再带回去 那我们用聚保期来带你迈向财富自由 然后另外再借我再补充一下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说到的那个实战班 目前为止我真的要快要关了 因为我们的超盘团队确实是在农历年后已经到位了 可是也因为到位 而且已经把一些我们的清代会员都把它收的快要额满了 排队的学长姐 对学长姐总在消化尾声了 那有要加入的话也都有帮大家做一个就是加入这样的动作了 可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限量帐送这个名额的话也渐渐要额满了 所以如果额满之前你还可以来问 但是额满之后不好意思我不收 因为这个就是会员的权益 而且这是会员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品质 对啊我要顾品质我要顾绩效啊 我绝对不是给你乱收的啊 所以哪一天额满了就是额满 没有没有第二句话 那需要协助需要量身规划资金效率 实战班问一下 那如果你觉得先用聚宝旗也是很棒的这样一个选项的话 也欢迎你用Lite 或者用0800来跟我们做相关的洽询 以上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是想要参加我们的操板式清代实战班 或者是想要把我们非常好用的这个策略平台聚宝旗给带回家 0800668085 这是免付费的针线电话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也欢迎您把大人哥的Lite加起来 我们的ID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感谢您的收看 也再次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上我的Lite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DAREN888 谢谢大家 摩尔证券头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